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您收看1600股民開講 這股民的疑難雜症 由老師來開講囉 台股今天拉高90點做收 至少也可以打個90分吧 迎來了日K的連三紅 最後三天漲得快要500點了 明天又是禮拜五囉 週限應該可以收出 一根紅K棒沒有問題 渴望終結週K連黑的窘境 但是今天是亮縮盤 不到1800億的成交量 法人在追加上有比較謹慎了嗎 因為明天禮拜五 有兩件的大事即將要發生 丁子系囉 第一個是台積電 即將要在明天的盤後 來公布9月份營收 還有第三季的營運數字 會帶來好消息嗎 那麼第二件事情 是美國要公布非農就業報告 還有失業率 今天要請張家豪阿浩老師 來解讀跟預測 台股跟美股接下來的走向 阿浩老師好 右上好 大家好 我是阿浩 同時大家還記得嗎 國安基金從7月12號 宣布進場互盤之後 台股是上衝下襲 到今天為止 幾乎是回到了起點 7月份的低點13928失守之後 還沒有站回去 有沒有拼V轉的實力跟底氣 反彈的滿足點又在哪裡呢 等等要請曾英傑老師來告訴大家 首相的持股如何大體檢 不要衰高扎低 要讓您看懂底部成形的三大訊號 曾英傑 接受到來說好 佑達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浩老師 講到了今天的台北股市 大家心情都有點怕怕 畢竟貴賣指數將上衝下襲 驚險收紅 而且現在在我們的四點鐘 我們的Live期間 看到了美國電子盤 道瓊期貨盤 現在有點小幅的翻黑 但是納斯達克期貨盤 現在還穩在盤上 台股到今天以後 還有底氣繼續的往上攻擊嗎 OK 其實在這一個禮拜的行情 我們幾個日方各位做一個註解 那叫台語的 共告也要看主人 共告 達哥也要看主人 因為馬上就是我們這個 雙十的國慶日 對啊 要放三點 對 所以畢竟 你會看到有一些外資 其實他們還滿四向的 但是其實問題的根源 還是在美股的部分 因為畢竟在美股的部分 昨天其實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在晚上會有一點點擔心 因為昨天美股是開低走高 可是如果說 我們從技術層面去看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睡個大頭覺了 為什麼啦 這個是納斯達克指數 在日K的部分 其實它已經出現了這個 反彈的二部曲 什麼叫做反彈的二部曲 站上5MA突破下降切線 所以請各位看這個地方 昨天晚上納斯達克指數 它打回來是不是剛好來回測 這個5MA以及這個下降切線的部分 而且這一次是不是跟上次不太一樣 因為上次是突破之後馬上壓回 但是這一次呢 對 其實它這一次的話 它已經突破了 更重要的是在於周K的部分 在周K線的部分 其實在周K線的部分 今天剛好跟各位去報告 接下來不管它怎麼走 其實對各位的操作都是有利的 第一種情況就是 它打出一個W底 也就是我們說的這個杯柄 什麼叫做W底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比較不熟悉的是這個杯柄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個咖啡杯 咖啡杯旁邊有一個柄 這個柄它就不會比這個底還低 如果是出現那種杯柄的時候 那個是最強的一個打底的走勢 萬一如果說它沒有出現這個杯柄 反而在出現破底的時候 那很好那就變成是這個 KD的抵擋背離 變成是一個破底犯的一個行情 所以不管它怎麼走 其實對我們來講 接下來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是如果看到了既然周K 這個納茲達克可以持續的向上 這對台股來講 就是所謂的強心爭 畢竟台股跟美股的聯動關係 又那麼大 但是我們來看看 極檔的個股表現 因為台積電剛剛提到了 明天的盤後要公佈營收 結果現在看到外資買什麼 很用力的在急著回補台股 我們來看看今天 盤後的籌碼面變化 三大法人加起來買超是126億 外資連三天的站在買方 加碼了127億 所以三天算下來 是大買超過200億的 投信今天當然繼續買超 這沒有問題 連續16天正在買方 但是看到了外資這麼急著的 回補台股 回補台積電 好 三天大買200億之後 台積電在明天的盤後 要公佈9月份營收 阿浩老師你會有什麼樣的預測 好 其實我們看台積電 我只看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在這一段 第二個就是現在的地方 這一段它為什麼能夠出現這個強壇 而且在加權指數 直接反彈超過1500點 因為那時候國安基金直接在盤後 緊急的授權進場 它有沒有進場不重要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反台 1500點的一個行情 對 今天還太立會 對 那同樣的一個情況 在上個禮拜五 在上個禮拜五這個主管機關 為了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他們也說又有這個限空令的出現 所以其實在台積電 這個禮拜我們去看到 之前一路的被砍下來 從527一路被砍下來 是誰賣的 是外資 都是外資賣的 對 可是你看 但是這兩天不一樣 對 你看 禮拜一只賣80張 禮拜二買了2000多張 禮拜三 結果已經買超到8000張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非常標準的 你講到你也要看主廊的行情 所以接下來只給各位三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是433 目前已經站上去了 突破了 對 今天跟昨天的最高點 都是在451 那它到底在等什麼 在等這個457 差6塊 對 如果說你看到 明天收盤 收上這個457的時候 其實下個禮拜就真的有戲可以看了 所以457要看台積電 明天有沒有機會站上 6塊錢的幅度站穩的話 下個禮拜台股會續攻 那就很熱鬧囉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關鍵 觀察的價位457 那我們繼續來看看 除了台積電之外 今天比台積電漲更多的 怎麼會輪到台達電 因為台積電我們看到D檔V轉 結果台達電 它的走勢更為強 今年這個V非常的強彈 往上一拉高之後 今天的成交量也帶上來了 似乎有法人追價的力道 為什麼現在反倒 選台達電會比台積電更好 這樣的價差要怎麼賺 其實如果說有在追蹤這個國安基金 他們如果進場的一個標的的話 其實你就會去注意到台達電 是它非常重要的一個固定的一個班底 所以你會發現 互盤固定的班底 對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一個禮拜 其實最強勢的 反而是這個台達電的部分 但甚至說我們在昨天幫各位 去做一個追蹤的時候 今天直接用跳功的方式 直接就上去了 可是實際上為什麼它會這麼強 因為它有周K來去做一個支撐 周K怎麼樣去做一個支撐 其實這個也就是我們接下來 要去選一些股票 要去操作股票的時候 最好是選它的周K是多方式的股票 什麼叫做周K多方式的股票 你看台達電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它MACD是在零軸以上 在零軸以上的時候 其實它早在這個地方 它就已經漲第一波了 對 那藉由這個美股比較不好 它是不是做了一個壓回 壓回之後剛好在這一個禮拜 它是不是完成了這個支撐轉換 什麼叫做支就是支撐壓就是壓力 本來這個是一個壓力 突破之後回來 測試有支撐之後 它變成是一個支壓轉換 對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市場上大家覺得很誇張的就是 為什麼台達電這麼大的一檔股票 竟然它標得比一些小股票股還要兇 那主要就是因為技術面的一個關係 還有機會往上嗎 好 還有機會往上嗎 來 8月4號的這一根K棒 這個老朋友已經都非常熟悉了 在幫各位 因為我給各位的都是實戰專用的技術分析 往前看它的最大量是出現在8月4號 所以8月4號的這一根 如果說它的這一個 這一根K棒的高點能夠去守住的時候 我覺得後面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除了台達電出外 大家也很就是很想問的是 那如果是想要抄底的股票 還有哪一些值得留意的 對 那搶反彈就像搶銀行 有搶到要跑沒搶到更要跑 因為那個難度真的會比較高 我們就舉一檔像這個例子 其實它這個禮拜表現也還算不錯 它也曾經有過漲停板 但是畢竟它現在MACD 它是在零走以下 它是屬於反彈的行情 那如果是屬於反彈的行情的話 那你進場的那個點位 就要非常重要了 8月16號是它下一波攻擊的目標 但是它的前提是9月16號 這一根大量的 這一根K棒的這個低點 不要不能破掉 如果破掉的話 那我覺得有賺的就先跑了 這可能就是法律或主力的成本 加在這裡 是 如果沒有破掉的時候 其實它就有能力再去挑戰 8月16號的這個高點了 好 這是看到比較高價股的力氣 最近突破了下降的壓力線 但是另外一檔 今天的強勢指標 趴零四零的九陽照攀 工掌停到尾盤都鎖死 是因為說它的9月份營收 帶來了好表現 9月份營收創新高 但是在接下來 它會是一日行情嗎 還是說它在接下來 可以走個比較長的波段呢 對 其實剛才佑達提到的 就是操作的這個節奏 九陽是我們這個禮拜 從禮拜一 禮拜二 一直幫各位去追蹤的 其實我們已經帶到了 這個節奏的一個技巧了 量價關係 成交量往前看 是不是最大量是在9月25號這一根 9月25號這一根 我昨天還特別把它畫出來 請各位 因為畢竟電視 可能看得不是那麼清楚 請各位你用自己的看板軟體來看 它昨天的收盤價 有沒有去跌破這個9月25號 沒有 它沒有跌破這個低點 所以今天直接往上 直接再攻上漲一板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操作的 一個節奏的一個掌握 好 那除了現在的車 看到了九陽之外 3443的創意 今天的表現也很好 日K拉出了連六紅的好表現 最近很多的IPC是才公布了 營收的成績單 9月份營收都不錯 所以看到創意的網上拉高 很多人也去追什麼 智元 四星KY 這時候高價股的操作 也是看下降壓力險嗎 其實創意在昨天很多人問 其實我們昨天在網路教學的部分 就特別去叮嚀 他其實是要攻一個點 那其實昨天為什麼會很多人問 有沒有發現這個又是外資 有沒有 禮拜一一根黑黑的 給他賣下來 禮拜二那禮拜三又一根黑黑的 給他賣下來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外資 你不賣台積電 你反而去賣這個東西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他往上一直在攻 一直在攻 那最高點攻到了616 那616的時候其實外行的看熱鬧 內行的看門道 我們的觀眾朋友昨天有加LINE 甚至你現在加LINE都來得及 你到這個網路的一個教學 右上角的這個記事本 我們這兩天就特別的去叮嚀 如果說你有在操作3443創意的 因為他要攻一個 非常關鍵的一個壓力 如果說那個壓力 給他過去的時候 就像那個鍋蓋已經被打開了 那後面的行情就會很大了 所以其實如果說各位 你對今天的一個創意 你覺得他到底還會不會長 我一點的這個網路教學 都已經幫各位去錄好 對 老師已經把影片上傳 在網路上了 那如果大家還有聽不懂的地方 或是想得到更進階的教學 可以少電視上這個QR Code 加老師的LINE跟老師加個好朋友 或者是LINE搜尋小老鼠 good580178 那老師會給大家更詳細的內容 跟選鼓策略 謝謝老師 那在於今天我們看到了 台北股市9月份營收陸續的出爐 是幾家歡樂 幾家醜 但是盤面上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就算你是營收不好的公司 有一些是利空出盡 利空頓化 跌不太下去的感覺 當然營收好的就變成了 股價的強新增 就像剛剛的九陽一樣 稍後要告訴你 有一些個股不用再殺低了 甚至出現了打底訊號 稍後請教杰帥老師 1600股民開講馬上回來 歡迎你回到1600股民開講 我是蔡佑達 台股在今天出現了連三升 新台幣升3.8分 收在31.35元 股會又雙漲了 結束了老師 明天是禮拜五 大家就要放國慶的三天連假了 雖然國安機今天召開例會 目前看起來是不會退場的 那麼現在還有一個說法 說可能這個護盤會護到選舉之後 所以好像是給股民一個 強新增一個安心的感覺 但是看看這個 台股在接下來的走勢 因為美股在接下來 可能還要公佈非農就業數據 我們可以比較放心了嗎 外資連三天再買 外資在擠什麼呢 OK 好 謝謝佑達 首先外資在這個地方 連續三天買了200億以上 基本上他一定是看好 才會去做買進的動作 那當然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有提到這個大摩 也是看好這個台北股市 跟我的看法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到底我們看到了什麼 其實我並不曉得說 外資跟這個大摩 他們看到什麼 但是我所看到是一個 非常清楚明確的一個底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 我判斷這個台北股市 我是完全就線論線 用技術分析的邏輯來判斷 譬如說我們判斷的 可以運用到的這個技術分析的指標 包含這個MACD跟KD指標 都可以非常清楚的判斷 大盤的一個高檔或低檔的 一個訊號 我舉個例來說 像這個地方叫16811 我如果說沒有任何的技術 線型來判斷的話 根本不曉得這也是頭部 但是當你看到這個MACD 這裡死亡交叉 再加上KD來到80以上 這兩個訊號告訴我們 第一個台北股市在高檔 這裡死亡交叉 所以這個地方 就絕對要把股票出清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避開 這3000點的下跌風險 是不是非常清楚 然後這裡KD小於20 代表被超賣了 當被超賣的時候 如果這個時候 MACD又出現黃金交叉 來到了13928 這裡就不能再賤賣股票了 這裡反而可以買股票 所以你這一段行情 你就可以享受到 1500點左右的一個反彈行情 當然來到了15475 這個前波的高點 我們看到了什麼 這裡死亡交叉 這裡KD大於80 其實每一次都一樣 這裡是不是下跌到這裡1700多點 來到這裡我們看到什麼 來仔細認真看 張大眼睛來看 KD是不是再度來到20以下 又在超賣區了 來到了這個地方有沒有很像 這個區塊 然後這裡是不是即將要產生 一個所謂的黃金交叉 今天的這個MACD柱狀體 已經在臨軸附近了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大盤能夠站上 這個基本的五日均線 我說過了 這個就是底部成型訊號 我們看下一張 其實為什麼我每天都要介紹這兩個 因為我要讓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我判斷低點跟高點是有邏輯的 並不是用感覺的方式 或用猜測的方式 當底部成型訊號出現的時候 他一定會穩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KD來到20以下 第二個出現了關鍵突破K棒 什麼叫關鍵突破K棒 就是他來到了這個 他站上了五日均線 這個就是底部成型訊號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大盤的部分 他KD在20以下很久 然後又站上五日均線對不對 然後MACD又即將黃金交叉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不僅外資看好 大摩看好 連我結帥我也看好 當然如果說KD來到80以上 又跌破了五日均線 這個就是頭部成型訊號 剛剛我舉的例子 譬如說像15475 1681 都是頭部成型的訊號 老師幫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說 像這個智原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江波圖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智原今天 整個噴出了 昨天智原開高走低 其實有很多投資朋友 在這個LINE群組裡面問我說 智原好像不怎麼樣 是不是應該 是不是談完了 是不是結束了 大家都怕得要死 其實我昨天在這個節目上 我有講 其實基本上 因為九月份跌太兇了 很多股民就差怕到了 所以他可能賺一點點就想跑 首先昨天開高走低的時候 我說這個地方可以做加碼 我為什麼這樣說 我到底看到了什麼 KD來到20以下 這個地方才要開始而已 各位你看一下 前一波行情 這個智原它的一個高的價格 其實都算240以上 這最近的一個低點來到123塊 各位240除以2剛好等120 等於說這一檔股票 它其實基本上從這一波 下跌的一個行情當中 它已經打了五折 那這一檔股票我印象很深刻 在7月我剛上股民開獎的時候 這是我的私房菜 當時我都是公開的在節目上 告訴大家哪裡可以買哪裡要出 那現在這一檔股票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可以買 第一個從這個地方高漲地區 KD80 這裡死亡交叉 這裡當然要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已經修正的差不多了 那現在這個地方才剛剛開始 要黃金交叉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 我覺得後市 它有可能會再供一波上去 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的建議是這樣 昨天有講過 只要在五日均線首穩的前提之下 這一檔股票都不要輕易地 去做賣出的動作 所以智原五日均線首穩去爆 對 是的 那除了智原之外呢 智原之外再來就是利基 其實我們講了這五檔股票 我們從這個禮拜一 跟大家推薦的這五檔股票 其實這個禮拜都表現得不錯 當然也是拖大盤的福 但是我會買這些 我會建議這些股票可以佈局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有技術分析當做依據的 譬如說這個利基好了 這個地方是不是KD來到20以下 已經一段時間非常久了對不對 然後這裡MACD是不是剛剛 才形成一個所謂的黃金交叉 這很明顯 我們把這個把它給弄掉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MACD的柱狀體 才剛剛站上臨走 所以這一檔利基基本上 我為什麼今天會持續的講 因為這一檔股票 它也是剛剛開始 所以一樣的邏輯 我們其實做任何的投資 基本上就是只要股票 有在五日均線之上 我認為它都是可以持續的續爆 不要太早做賣出的動作 對 就是如果手上持股的投資人 看到了已經從高檔跌到了低檔 不想賣的 忍痛不想殺低的 先看看你手上的持股 有沒有先站回五日線的指標 當然今天話題討論度最高的 就是洪家軍 因為洪海集團在盤中 又給你釋出了一個新的 電動車影片Model B 旗下的洪家小兵 有機會先迎來慶祝行情 當然是有機會 但是這個我們需要選對股票 其實洪家軍他的股票也是滿多的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選擇 那種低檔地區 買股票怎麼樣才能夠賺錢 其實就是買在低點賣在高點 就這麼簡單 但是什麼是低點 什麼是高點 我們要有一個判斷的準則 譬如說這裡是高點 這裡是高點基本上 我們都是看它跌下來之後 才知道對不對 能不能在還沒有跌下來之前 我們就看到了一些徵兆說 知道這裡是高點 可以的 你可以從這個KD指標叫MACD 你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KD來到80以上 MACD死亡交叉 基本上這種股票就是在高檔危險區 在高檔危險區 如果又跌破了五日軍線 基本上這個就要拔檔了 這就不能練戰了 要拔檔 不是 我是說這個地方要拔檔 彈到這邊 這個地方是要拔檔 現在不是要拔檔 現在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攻 現在是KD來到20以下 而這個MACD已經即將修正完畢 它即將要形成黃金交叉 我在講的這一段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拔檔 是因為這個地方 我教大家怎麼判斷它是頭部 判斷頭部它是有方法的 KD80 MACD出現死亡交叉 這個地方就要做一個拔檔的動作 現在也是很穩穩的站上 這個五日軍線 所以說這檔股票它後面 還會有機會再繼續往上反彈 好 老師你提到的健翰 它是宏家軍的低軌衛星概念 下半年的營運渴望 優於上半年持續升溫 當然我們知道網通族群 其實九月份的營收出爐之後 表現不錯 明太 重企 明太它也是集團股 也是網通 現在波段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波段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懂得這裡要避開 怎麼懂得這裡避開 第一個一樣用我的方法 完全只看技術面 當然它的基本面也不錯 KD來到80以上 這裡死亡交叉 一定要避開 這其實我的做法 都是跟大盤一模一樣 只要你學會這一招 KD80以上 死亡交叉就是避開 當KD小於20 當然這裡還沒有黃金交叉 還有一段時間 還在一點點的差距 但是很重要是 它在五日均線之上 我講過了 不管是大盤 或者是任何一檔股票 它如果說連最基本的 五日均線都佔不上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 它表現的是非常弱 因為如果說你的成交的 這個成本的話的均價 不能夠在五日均線之上的話 那代表它相對是比較弱的 就是弱勢反彈 這其實技術分析就是在突破 跌破 一個概念而已 如果能夠站上的話 代表說它是屬於比較偏強的股票 如果不能站上的話 當然就是比較偏弱的股票 這是明太的部分 今天為什麼會特別提這檔股票 因為這個Light裡面 實在有太多好朋友說 還有沒有最新出爐的這些股票 所以我一直在找 我希望說在股民開獎當中 能夠讓大家接受很多時間 不需要去找股票 可以按照我們所推薦的這些股票 基本上都是問題不大的 我認為都是可以做佈局的 我們再來看最後一檔股票 最後一檔股票這一檔叫光榮8916 各位 你會看到我所選的股票 它都有一個慣性 這個慣性就是 我只會挑選KD小於20 為什麼呢 因為KD小於20代表它被超賣了 而且有機會出現在這個低檔地區 像這種股票我們買了之後 基本上被洗盤 被片線的機會 它才會相對比較低 那我們也可以買得比較安心 因為它的前提是在我日均線之上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今天才剛剛 這個就是剛出爐的麵包 才剛剛站上五日均線 我馬上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檔股票 大家可以稍作留意一下 可是老師 我有一個問題 你說KD它已經在20沒有錯 可是MACD還沒有轉正 也沒有黃金交叉也 沒有錯 可是它站上五日均線 這是一個訊號 對 五日均線站上是轉強的訊號 轉強訊號 對 當然MACD是讓我們更加確定 所以說如果說MACD 萬一又出現了所謂的一個黃金交叉 這時候可以再做加碼的動作 第三個訊號要值得留意了 對 所以我們幫大家來做統整 底部浮線的訊號 持股來大健全 這個今天可能沒有時間 跟大家講太多 因為只剩下大概兩分鐘 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大家拍照起來 有時間我再好好介紹 這邊其實我提到MACD黃金交叉 這個就是多方趨勢 再看下一張 如何避開這個弱勢股 基本上如果MACD死亡交叉的話 然後又跌破了所謂的上升趨勢線 又出現短中長均線死亡交叉 這些股票都要避開 這樣子的話你們才能夠趨急避兇 好 那還有沒有更新的 所謂的剛出爐的標股呢 對 有 當然有嘛 股票真的最近表現真的不錯 如果你想要取得更新的一個 標股的一個資訊的話 可以掃瞞這個QR Code 或者透過我的ID 直接加LINE之後回覆888 其實我每一天的直播 都會講新的股票 對 如果大家覺得 有聽不懂的地方 或是想要得到更進階的教學 可以掃電視上這個QR Code 跟老師加個LINE加個好朋友 LINE搜尋小老鼠A957 甚至你在LINE裡面回覆888 就可以鎖定最新的標股資訊囉 所以老師 明天的關盤重點 哪些需要特別留意 OK 首先在這個地方 我跟這個大摩也好 外資也有看法一樣 現在是才剛開始初步竹底 所以震盪偏多的看法一樣 但是我認為明天有機會會回檔 為什麼 可能會拉回 因為明天 接下來我們要放假三天 所以明天的拉回大家不要緊張 明天萬一真的拉回的話 讓各位去加碼做買進的動作 只要在溫和補量 這個在雙十節國慶過後 我認為有機會會往上攻 當然這個太弱溜強 要找對股票 要用對方吧 不知道的投資朋友 可以加LINE 回覆888 好的 老師加個LINE 加個好朋友 老師 你說到這個溫和補量上攻 今天的量說沒有錯 但是這個量什麼時候 才會補回來呢 基本上我認為雙十過後 它就有機會會補量回來 因為這個長假 長假前夕大家都會觀望